家人们这个游乐场今天只有三个小朋友来玩 这个卖车的小伙没人自选早早就跑了 这个卖表的今天挂蛋 这个六福珠宝也是今天挂蛋 这个小米手机今天总共卖了三个手机 这边是周大福周大福也是今天挂蛋 还有我我这更是空空如也 连个问的人都没有 如果这个房价再跌 大批中产将会死于不动产 因为我们的家庭财富70%都是房子 这个比例放眼全球其实都不太正常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家庭财富里面 房地产占比70% 而我们的一二线城市 大量中产把资产堆积在房子里面 还要继续买房 居民杠杆率已高达63% 全球最高 所以这个房价一旦跌起来 大部分中产其实一点抗风险能力都没有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只说实话的频道 在影片的结尾还会有总结 喜欢我们的朋友请不要忘记订阅 46万件公司倒闭 我现在活跃真的太难了 就22年你活下来已经算不容易了 今年可能会更惨 就是你看这数据 滴滴4500万用户 跌到现在1000万 打车现在都打不起了 少了四分之三的人 携程从2600万用户跌到600万 商旅的人说明少了四分之三 就突然反过来 我一年没坐过飞机了 你哥以前一星期不坐飞机都不可能 像这个怪兽充电器 用户从300万跌到100万 说明逛商场的人都少了 少了三分之二的人逛不起商场了 星巴克直接从400万跌到200万 说明那种小白脸抗风险能力 还稍微强那么一点点 然后去年上半年这个数据 写的是全国46万家公司倒闭 唯一上涨特别好的是什么 包括现在我觉得应该也是 Boss直聘 全国用户增长100% 说明这边全面消费萎缩 大家都没钱了 很多人失业了 然后到处找工作 找工作人多了 老板少了 发现老板现在都找工作的 所以你讲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整天消费咱就不说了 接下来会持续萎缩 这不是一时半会儿都能好的 然后包括很多人也会往各个行业 所谓的这种风口行业去涌 像直播呆货 我待会跟你讲 大批人涌入绝对就会造成内卷 死的会更惨 今年找工作不是你感觉难 而是真的特别难 今年只要你找工作 就会遇到这两个极端 一方面是居高不下的失业率 另一方面是好的企业 根本招不到合适的人 为什么会产生这两个极端呢 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今年的企业都想用极低的工资 来招纳高素质的人才 三千都招不到一个服务员 却招得到一大堆刚毕业的大学生 想干的工作都不招人 赚钱的工资都在裁成 找不到工作 真的是因为脱不下 红衣挤的长衫吗 红衣挤的长衫脱下容易 再穿回去可就难了 好的企业会接受 只有服务员 或者保安工作经验的网届生吗 答案是显而易见 现在的就业形势有多厌峻 只有正在找工作的人才明白吗 我们只是想要一份稳定 能保障起码生存的工作罢了 为什么那么难 这里是广州的上下九 眼前的这一幕还是挺出人意料 现在我们是来广东广州 现在是在广州非常著名的一条步行街 今天这个视频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广州上下九步行街的现状 这里是上下九步行街的上九路 到了时间是12月15号 星期五下午的五点钟 现在正是那个生意最好的时候 但是有很多店铺都已经关门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刚刚问了一下附近的人了 原来这边有好多店铺早已经倒闭了 上九路也是属于这个上下九步行街的范围 这边的路的话 车辆还是可以行驶的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五点钟 我们看一下这个马路上面 人流车流都非常的少 看到此情之景 真的让人感慨万千了 讲当然在这个上下九步行街这边 人上一海一铺难求啊 商家的生意非常的火爆 但是大家看一下 现在的上下九步行街这边 有好多那个空天部都租不出去啊 特别是最近几年 实体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 而且在上下九步行街这种地方 铺住又特别的贵 做过生意的朋友都知道 房东每年都会涨那个房租啊 一下像近年来 上下九步行街这边的人流量越来越少 现在这边的空步位就越来越多了 我现在东短一个商场里面休息啊 我发现这边好多空的店铺啊 看一下这是商场里面的情况啊 对面那里还有人在开店 但是旁边这里 好多都是空的 已经关门大吉了 这边这两个店铺也是关门啊 这是东短一个商场里面的情况啊 你看对面那里也是有好多关门的 这些店铺也是 这些店铺都空了很久了 没有开门的 这些大部分都是卖衣服的 还有卖鞋子的也有 这个店铺是卖牛仔的 据我所知道的 这些店铺都关门很久了 现在都还没有租出去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可能现在是经济不好还是干嘛的 这边也是啊 对面有两个店铺都是空的 看一下这边还在营业的店铺啊 走在路上的没有几个人 店铺比在这里逛商场的人还要多 这边也很少了 这边也是人很少啊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近期中国装修行业遭遇寒冬 本年度又接近百家装潢企业因财务困难被迫宣告破产 这其中包括一些上市集团的子公司 随着整个房产市场的低迷 从事装修及相关建材 家具优务的企业也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 私生装修行业从业者 拥有十多年从业经验的企业主向第一财经表示 住近几年 海南地区就有超过200家装修公司倒闭 同时来自山东的装修企业主黄晓阳也向媒体透露 他所在城市今年已经有超过30家装修公司 因经营不散而关闭或逃逆 曾期待今年生意有所回暖的装潢公司老板衙役 根据往年情况 通常一年能拿到20多个项目 但今年形势大变 他已经数月没有接到新的订单 传统上 每年的9月和10月作为房地产销售的旺季 装修市场也会随之繁忙 然而 今年的情况却大不相同 杨艺资金仅接到一旦业务 不仅是直接提供装修服务的公司受到打击 与装修行业紧密相关的建材 家具产品供应商也同样经历着营收的下滑 例如中国知名装修材料供应商德华兔宝宝2023年8月发布的半年报告显示 由于房地产市场的不景细 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同比有所减少 其中营业收入约为32.63亿元 相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2.58% 另一家专业从事地板制造的大型企业大压盛项 也公开了期2023年上半年的财务报告 报告指出公司上半年的营业收入约为26.75亿元 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6.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1.02亿元 同比大幅下降46.74% 在当前的市场情况下 家居行业的一些知名上市企业如上品宅配 梅凯隆 索菲亚等 2023年上半年的财务报告均显示 他们的营业收入相较于去年有所下降 业内专家洋益指出 装修市场目前处于低迷状态的一个关键因素 是房地产销售的放缓 导致需要装修的住户数量减少 中指研究院发布的数据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指出2023年1月至11月 中国百强房地产开发企业的销售额达到了57379亿元 同比降低了14.7% 特别是在11月份 这些企业的销售额同比大跌29.2% 这也是连续第六个月的下降趋势 杨益分析说 今年加剧装潢行业面临的困难 一方面源于潜在买房者的热情减退 加之部分房地产企业营运出现问题 进而影响了房屋交付率 另一方面 即管疫情已经持续三年并似乎见到了尾声 但许多人的储蓄减少 消费心态转向保守 降低了市场对装潢的整体需求 此外 近期网络上流传一张截图 内容指出江西省计划对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员工进行减薪 对此 江西省财政部门迅速出面澄清 称该消息纯属虚构 但公众对此并不买账 普遍持怀疑态度 很多人根据过去的情况判断 官方辟谣往往意味着消息本身可能是真的 12月14日 互联网上的这张截图引起了广泛关注 内容显示了一条所谓的重磅新闻 表明江西省已经开启了减薪改革的先例 据称江西省政府决定全面实施减薪措施 公务机关和事业单位员工均将面临这一变革 不同级别的政府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将遭遇不同程度的减薪 实际上 关于江西省减薪的讨论在一个多月前就已经在网络上出现 但迟到14日之前 江西的官方并未对此发表认判课评论 12月14日早上 江西省财政厅的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试验新闻的采访时明确指出 流传的减薪消息完全是误传 并且已经向网络信息管理部门报告了这一情况 不过 大陆网民普遍不信官方的辟谣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话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